凡哥呢凡哥因为今天他他他这样把我带走了 他生怕过来 我们又跟他那个啥凡哥就没有来 然后是房东又给凡哥打电话就说 他要过去拿清理一些自己的东西 然后凡哥就走了 欢迎哥姐们哈欢迎哥姐们 不是给你租的房子吗 是给我租的 但是呃里面很多东西 呃那个房东的很多东西都还在里面 然后主人家要要去清理要去拿 然后我那边也没有床上的这个 嗯床搭被套之类的 而且我也不能一下子就这么走了 还是要跟家里人说一下 是不是啊 然后反过说 因为我妈妈她心脏不好嘛 反过说你这么走了 接不回去的话 怕我妈妈 嗯 就是会一下急 急出那个 会影响我妈妈的心脏病 然后反正让我先回来 呃你我妈妈家远吗 呃可能 反正也不是很远 但是不是很近 应该有两 两公里两三公里吧 两三公里吧应该 三就是三公里左右吧 嗯 不要顾虑太多 呃就算说不顾虑太多的话 也要跟也要跟就是家里人说一下的 我我我知道的 我爸爸不会多说什么的 我反过我爸要是跟爸爸说 我要在那边去收山货呀 或者这些呃就是直播要方便一点 免得我妈妈一直不高兴 或者这样子的话 我爸爸肯定会说可以的 知道吗 那不远很方便 也可以经常回去干妈妈妈妈的 对 凡哥也是这么想的 其实凡哥 凡哥这个人真的是 有的时候心思是很细腻的 他想的东西都是很周全的 就像今天一样他他自己先他自己走了 他也跟我说你先回去今天闹这么一出 那个他说免得因为本身就有那个有相亲的人要过来我家吗 但是呃但是相亲的人我为了躲避相亲人 然后去看了房子以后 凡哥我我跟凡哥就一起去收山货了吗 其实收山货我们也没有必要九点十点才回来的 就是刻意凡哥说先不要这么早回去凡哥说害怕这么早回去的话 呃过来呃过来跟我见面的那个男的还没走还在家里等 他说可以让我迟一点回来 然后我就迟一点回来了 自己婚姻自己做主别被你妈妈 不会了这不会了我不会轻易的就在家了 不会了 你凡哥看看 呃他应该也很累吧 带着他收山货 然后他本身就是不会走山路的人 他走不了山路连地里面他踩一下都要摔倒的人 就这么跟着我 然后我觉得很辛苦 可能已经睡了吧 对我回来那个人不在了 我回来那个人不在了 我回来的话我妈都睡了 回来我妈都睡了 嗯 不是粉丝 我不是你的粉丝 我不是你的粉丝但是我要买东西为什么不能复 喂可以复的呀姐姐啊 呃呃呃妹妹 应该是妹妹还是那个啥可以复的 可以复的 你和那个主播 你和那个主播 直接换一个假 那个反反反正我不会这么轻易的假了 还是那句话吧 就是嗯 嗯在遇到反哥之前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以后会再去讲 真的是伤的很透很透很透了哥姐们 是爸爸妈妈一起逼我逼我逼我家的但是现在爸爸没有逼 这个直播间隔着屏幕的哥姐姐们我完全可以说我我从来都没有嫁过人 对不对 可是我为什么没有这么说 因为爱是一个瞒不住事情 瞒不了任何人骗不了人的人 知道吗 不要再提过去 嗯不说了哈不说了 不说了 不说了哈哥姐们那个事情就不说了 哥姐们没有给我点关注的你爸爸支持你和反个赞 呃爸爸应该不会 就算他不完全支持我爸爸也不会呃完全的去反对的 因为已经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了吗我爸爸也不想再折腾了应该 开心点嗯过去了不说了哈哥姐们这个就不说了没有给我点关注哥姐们给我点一下关注哈 对是的哈没有给我点关注的哥姐们给我点一下关注哈我慢慢的那个吧哈 你弟弟和妹妹 弟弟妹妹肯定是支持的 弟弟和妹妹肯定是支持的 弟妹妹都是我弟弟妹妹都是读过书的 然后我弟弟以前以前好像有跟跟我们说过有一个最喜欢的然后的话 呃父母又又我弟弟还在读念大学的时候我父母又把弟弟逼着回来又相亲相亲又又硬塞了又硬塞了一个老婆给我弟弟然后结了婚 好弟妹因为回来会回来看孩子嘛然后弟妹就经常就是待在他的娘家他不愿意回来因为弟弟也不回来嘛所以现在妈妈都孩子都是妈妈带的这个我弟弟的孩子都是在你家卖的天马很好还有吗我每天看你的视频有啊哥哥我刚刚都有卖过刚刚都有卖过 刚刚都有卖过现在在二号链接但是只有最后一单了你要抢的话就去去啊我刚刚都说过了只有最后一单 一单了没有了没有了今天的都都抢完了 都是妈妈的与与与与的有也哎呀也不能这么说哥姐们因为我们这边的话不仅仅是我妈妈是这样子的很多哥姐姐的那个呃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很多叔叔跟叔叔叔叔叔阿姨都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这边都是 呃父母之命没说直言的都是呃媒婆说一下然后呃两家父母觉得可以就把两个孩子 呃抓去呃就是带去某个地方或者说直接来 在家里附近然后两个孩子呃就看一下眼然后就直接就把婚定了是这个样子的 给妈妈好好说嗯 因为我们三三个兄弟姐妹然后我还有还有哥哥跟呃跟那个姐姐但是哥哥姐姐的话跟我不是同爸同妈的就是哥哥姐姐的话以前他们的爸爸妈妈呃不在了然后呃不是他们的爸爸不在了妈妈改嫁了 然后就是呃哥哥哥姐姐在我们家爸爸我的爸爸妈妈就是把他们呃养大然后后来自己都成家了吗 但是哥姐姐都不是爸爸妈妈生的孩子能懂吗就是就是我唐叔叔家的吗就是是这样子的 但是因为叔叔不在了叔叔去世了然后孩子还小就在我们家长大看着你们的腊肉好吃 嗯我们家腊肉是很好吃的家挺复杂嗯有点所以我很少跟那个凡哥那个啥多少一斤我家腊肉我之前自己卖的四十九然后后来嗯去农户家收四十一斤农户都不卖今天今天收了今天收了也收了一点收了 三十八收的四十就是这样子有的他实在不卖但是很多哥姐姐一样我们就多贴了两块钱 嗯我给 唐哥 我家的哥哥姐姐 我给大家那个啥哈哥姐吗 上车一块上车一块吗我拍的腊肉今天收到了好的上车一块的话行上给大家上什么上 那种 上腊肉还是香肠但是不能是拍不但是要我们要拼手速拼网速的去抢为什么哥姐们我要给你们说一下为什么 要上香肠是不是 要拼手速拼网速的去抢香肠只有一点点 香肠是不是啊香肠只有一点点 香肠只有一点点 但是香肠是麻辣了 呃我看一下那个五花的不知道 五花不是不是不是五花的是那个那个那个广贵的就是甜的 不知道有还有没有多少我看这个后面的话这个都是这个都是麻辣的 这都是麻辣的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怎么办 钱都没有了 广位的就只有只有这个 哎 广位的只有一斤两斤 这个可能一两斤广位的广位的可能只有两三三四单广位的可能只有三四单 当然要抢看你们自己的网速啊 对哥姐们知道的那天晚上 我凡哥实在是没有办法就逼着我家卖了卖了一点点 就是让大家抢了抢的到就有抢不到没有啊 只有总共辣肉的话只有四十几单 香肠的话 呃香肠的话麻辣香肠的话 呃也不多麻辣香肠可能有二十多单 但是广位的话只有两三单三四单 广位只有那个 广位只有呃两三单三四单 好 我看一下啊 我把先把我先把黄车都给大家上上哈 我把呃后腿肉呃先不先给大家上那个香肠吧 就给大家上香肠 给大家上香肠哈 给大家上香肠 呃香肠我们看一下三号链接 三号链接香肠我们去带一下哈 我看一下三号链接 你们看一下是麻辣的啊麻辣的我们去拍广位的只有两三单 广位的只有两三单 广位的只有两三单三四单广位的不能不能抢太多哈 我看一下 你们去拍哈呃我看一下大家先不要黄哈 先不要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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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辣香肠我们拼手速拼网速的去抢哈 这个是我们农户自己家里面的麻辣香肠哈 你们看一下 我如果你们在外面买的那种是 哎呦颜色就是 就是很亮很亮很红很红的那种 是不是啊你拿回去就不是哈 就不是知道了吗 你拿回去就不是这个这个呃 那个啥这个香肠你看看没有食欲是不是 你拿回去你就知道有没有食欲了哈 他如果说你要是看到是那种呃表面是红红的 那个什么那个肯那个你拿回去就没有什么用 那个是加了色素的哈 我们的香肠是没有任何添加劲没有任何的呃 没有呃那个加任何的色素的哈 哥姐们知道吗 所以他才是一个这是一个正宗的龙家的香肠哈 现在正在讲解的啊四号连结正在讲解的哈 正在给大家讲解的就是麻辣香肠哈 但是麻辣香肠只有十多单 十多二十来单要拼手速拼网速的去抢哈 不然的话你们抢到能抢到就有抢不到就没有 一会又说哦没有了或者说是那啥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哈 刚进来的吗这是哎 这农村人都知道的对对懂的人都是懂的哈 知道的都是知道的哈 香肠腊肉我不和大家抢了你不和大家抢了 我们要你你想要的时候又没有了哈哥姐们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怎么弄 这样拿回去呃那个温水去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了我们直接下锅去去煮个呃 二十多分钟煮半小时就可以吃了哈哥姐们知道了吗 没有腊肉吗 呃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哎 怎么回事啊是拍不了还是怎么了 正宗的一个麻辣香肠哈 呃 到前一斤来哥姐们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一斤 呃一斤是五十九哈五十九一斤五十九的话我看一下那个 这个瓶给大家戳一盘哈 哦 是我们给大家抽个真空给大家抽了真空给大家带的话是这样子的抽过真空以后呢他就会那个油呃里面的油分会被被抽出来 说出来他就会是红红这样子的哈 哥姐们抽了真空是这个样子的哈 我没有抽真空是这个样子的哈 哥姐们抽了真空一斤一斤就是四三四斤四五斤哈 哥姐们没有去带的你怎么付不了款呢 啊 点一下讲解 点在 点了呀 正在给大家讲解了哈 正在给大家讲解的就是麻辣香肠哈就是麻辣香肠 然后 呃我看一下 是不是都付不了款我感觉好像是都付不了款的一样呢 对全部都付不了款呀 可以 为什么不是一号链接没事 没事他们拍了六斤的六单的都付不了款 好多都付不了款路阳你付了 我这边没有弹幕都没有显示能付款 可能我又不会弄了 啊 凡哥不在我还是不行 看来我还是不行 让凡哥给你弄个货架子就好看了 嗯 我 你付了可以啊可以吗 都 都付了吗 但是我这边也弹幕也弹不弹不出来价格的那个 看到了 说讲解到了你要点开那个讲解不上的话 哥姐们点呃我们那个一下打一个正能量打一个正能量被提示那个啥了 对农村的货不要好看来我哥姐们打个正能量打个正能量 打个正能量刚刚点那个讲解没有没有好像没有点讲解然后再讲这个就被那个了 好 好谢谢哥姐们 能不能把这个弄到一号链接去呢 叫凡哥凡哥现在离我远着呢我怎么叫吗 拍了拍了 对 对现在一号链接哈 一号链接正在给大家正在给大家讲解的这个是麻辣香肠哈 刚刚还不能拍的你们现在点进去再拍一下试一下 啊能拍了能拍了能拍了我这边能看到了可以拍了 可以拍了哈可以拍了拼手速拼网速不然一会就没有了 不然一会就没有了 正宗的一个麻辣香肠啊我们抽了真空是这个样子的 农村的啊真正的一个农副产品真正的一个农产品的话 你要你要看他那个啥啊不要看他长得好看哈 长得好看的那个呃加了色素加那个啥的就不好了哈 我们这个的话我们这个的话啊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哈哥姐们知道了吗 我们除了盐麻辣香肠的话啊盐啊 鸡精味精再加点那个呃 辣椒啊不辣的有吗不辣的只有几单 不辣的只有几单哥姐们不辣的只有三四单 不辣的只有三四单我是我不是说啊去带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货 然后要多少就有多少的哈哥姐们 要多不是要多少的就有多少的能收到才有收不到就没有的哈 麻辣香肠都只有都只有十多单哈哥姐们 还没有去带的啊正在讲解的是一个麻辣香肠哈麻辣香肠 我们里面我们惯的是什么我们是自己自己亲手亲手去做的哈 呃农家自己亲手去做的一个呃麻辣香肠 然后的话它里面的呃灌的是我们的这个呃高山啊 农家的这个跑山猪的呃纯土猪辣肉呃去灌灌的香肠哈哥姐们 一号链接呀现在在一号链接哈哥姐们 土猪辣肉灌的一个香肠七分瘦肉三分肥肉啊 呃抽了真空以后呢他把那个里面的油分油和那个呃那个呃呃加的辣椒这个会抽出来抽出来 他就会呃这个红红的哈哥姐们 然后没有出真空是这样子哈哥姐们啊我们直接啊呃没有没有去带的我们抓紧时间哈好像 怎么回事 到前景五十九哈哥姐们五十九你到手就有这么多哈哥姐们五十九到手就有这么多哈哥姐们 好了不讲了不讲了拍一会你拍多了我又发不出去 刚刚刚那个刚刚不没不能不能不能付款的你你抓紧时间去付一下款哈 哈我就我就不讲了不讲了 不讲了 不讲了 呃我看一下取下这啊取好 五十九一斤哈五十九一斤是一个呃 呃辣吗微辣哈微辣麻辣的那肯定就是有一点辣的哈 呃五十九一斤的话它是一个就说正宗的呃 是这二八斤的这个纯土猪辣肉啊粮食猪或者说是放养的 土猪肉去灌的啊香肠哈不讲了哈 没有就是没有没有办法的啊 现在微不能付我以前买好多单都可以付呀 微不能付吗能付能付吧 有有不辣的吗 呃不辣的不辣的 我还说有三两三单三四单不辣的只有两单 哈哈哈 哥姐们只有两单不辣的来我给你们点开讲解来 二号链接 二号链接 呃那个广味香肠 广味香肠哈我都给大家看了只有这个那个其他的都是辣的 其他都是辣的只有这个 只有这么两只有两大哥姐吗 只有两单只有两单哈 我自己买的自己开半斤来只有两单你要了要了你要抓紧时间谁抢都是谁的抢多了没有啊 抢多了没有只有两单 微不能付哥姐们怎么都说微不能付呀 微能付呀点开那个呃购买然后点开更多点开下面更多可以抖音支付可以那个银行卡支付可以微支付的呀 你拍了一单 那就还有一单 那个谁你拍没拍你没拍就没有了 呃没有开没有开那个微支付吗 那就是那就只能引银行卡那个些啥的 我也可以付 嗯他们都说有说能付的呀我也不能付有说能付有说不能付不知道什么情况了哈 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了 因为我现在手机 因为我现在手机正在开开那个啥我又点不进去 拍了佳琪好了那就没有了 对五十九一斤哈林姐五十九一斤一斤我给 一个谁看一下 一斤一斤大概就是这么多哈 三四斤四五斤哈哥姐吗 我没开通是吧 那就银行卡或者说是那个值什么付哈哥姐吗 好 那就没有了没有了我就不讲了哈 只有两单 我我是哥姐吗我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了哈哥姐吗 又没有你拍了我没办法给你发出去知道了吗 知道吧 肯定是的哈不是的我不卖的哈哥姐吗就是就是农户自己家养的要么就是我们这边我们农户养的猪都是养的呃都是呃那个喂的呃红薯土豆玉米呃然后呃就是了把呃烂烂的菜叶呀或者说是去割的呃 割的野草啊这些喂的要么就是直接放在山上然后平时拿点玉米去去喂的 知道吗 手上有伤嗯有伤没事 没事我自己发货吗都是反哥反哥在呃呃反哥在拿去发的我们这边发货快递快递费很贵哈哥姐吗 然后反哥让朋友带带到程度发有的时候我们这边发走有的直接就在这个是呃呃这个乐山这边发走 猪是正经猪不吃不正经的不正经的猪我们吃都不吃不正经的猪我们吃都不吃我们家自己家养自己家都养很多很多猪 两个三个老母猪每一次出宰一个老母猪能出十十几只小猪你们说呢对不对 装上我抢了个那个嗓 上腊肉上腊肉吗 还有腊肉吗有啊腊肉今天我跟你们说了今天有四十多单 今天有四十呃收了四十多斤好腊肉给你们上哈 五花后腿一起都给你们上一下哈 五花后腿一起都跟你们三到五天哈哥姐们 坐不 五花后腿一起都摔不住了 三腊肉 好 五花后腿都给你们上哈 稍等一下哈 腊肉的话就给大家做的四十九 腊肉上 腊肉给大家做四十九 哥姐们 腊肉给大家做四十九 不要问我为什么 不要问我为什么 因为 因为做香肠的话 香肠我们还要香肠要打你 猪肠子我们要打你 然后我们还要灌 还要自己亲手工去灌 然后里面的话还要去加 油啊 鸡筋味精啊 辣椒粉啊这些 知道吧 我们还要自己去加调料 所以香肠就是五十九 腊肉四十九 来五花肉 五花肉五花肉好吃对 反正一般人都是爱吃五花肉 一般人的话都是爱吃五花肉 但是很多姐姐的话 她觉得五花肉那个啥 一般人是爱吃五花肉的 但是很多姐姐她会觉得 她会觉得五花肉有点肥 知道吗 香肠好吃 来 五花肉啊 精品五花啊 三线五花 哥姐们 精品三线五花 一层 一层肥 一层瘦 一层粉 一层瘦 哥姐们 我们 但是我也觉得五花五花很好吃 以前我也吃不了 以前我吃不了一点点肥 一点点肥都吃不了 我以前 以前我一点点肥都吃不了 然后的话 现在的话就是 怎么样 现在的话 我都是 那个啥 现在 现在的话 我就能吃 吃这个 五花了 现在我觉得五花肉很好吃 以前我都是吃 只能吃瘦肉哈 哥姐们 怎么在那个 啥发货哈 哥姐们都是 因为我这边 快递费太贵了哈 然后反哥让朋友 直接直接拖到程度去发 程度去发一单 四米的快递费 我们这边发快递 十 十多块 十多块快递费 十多块快递费 那我还要倒贴钱 有什么说什么哈 哥姐们 这是我早就跟哥姐们说过的哈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反哥会瞒着我 他朋友 他朋友没空 没空 就是他们公司 没人没空拉的话 就是 他就会 就会瞧瞧瞒着我 他自己贴了油费 在这边给大家发走 可是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样子 我觉得他 帮我帮了我太多不好 来哥姐们啊 都是抽着真空给大家发走的话 五花肉的话 五花肉的话是不会很肥的哈 但是 不对 五花肉的话 他 下面一节要瘦一点 下面一节要偏肥一点 正宗的一个土猪的话 他不会说 不会说那个 瘦的没有办法哈 正宗的一个土猪腊肉 他就是要偏肥一点点的哈 他就是要偏肥一点点的 正宗的土猪肉 他是要偏肥一点点的 来 现在在讲解的哈 那个 后腿肉 来 姐姐们我们吃不了肥肉的 吃不了肥肉的 我们去拍后腿肉 后腿肉 他的那个 瘦肉就要多一点 后腿肉 我们一号链接 我们直接去带哈 后腿肉一号链接去带 然后五花肉 我们二号链接去带 然后的话我们的 这个是纯土猪腊肉 养的是什么 吃的是地里的菜叶子 就烂的菜叶 不好的菜叶 然后就是 山上去割的野草来喂 然后要么就是 土豆 玉米 红薯这些 我们土豆和红薯 都是一片山 一片山来种来喂猪的哈 哥姐们 多种 一斤哈 一斤哥姐们 一斤哈 一斤是49哈 麻辣香肠是59哈 因为香肠它里面 还要调料哈 哥姐们 没有添加任何色素 没有添加任何的 任何的这个 什么防腐剂的哈 哥姐们 这个是我们自家的 龙家的腊肉哈 哥姐们 是自家腊肉哈 嗯 那个啥呢 手势给大家抽着真空 给大家发走了哈 看一下 你们说要有 要是我说有 那只能 就是 就是有没有 就是没有哈 正宗的 你看三线五花哈 哥姐们 五花肉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就是这么抽了真空 给大家发的哈 来 看到了吗 希望你们发的是 山牛天吗 不是 如果是 是那个啥哈 你直接给我退回来 二 从来 做人也好 我就是 我们 跟哥姐姐们 我们都是 隔着屏幕的 对不对 隔着屏幕 你 你信任我 对不对 信任我才会去 才会在我这里去带 我不管说是三分钱的 五分钱的 你